向醫院請假 楊小姐帶矮默的弟弟 去遊記場體驗VR遊戲 錄影PO網有感而發 希望醫生能多讓他 帶弟弟出去走走 姐弟倆感情很好 但六年前弟弟被診斷出 罹患血癌 姐姐不離不棄 一路陪在她的身邊 我就把她當成自己 像自己的小孩這樣子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 她根本就是你兒子嘛 我就說其實很像啊 又沒有差 因為和弟弟差了8歲 做姐姐的一直都把弟弟 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 把最好的都留給了他 三年前弟弟剛做完化療 為了讓他開心點 還特地帶他到日本玩 這回為了讓弟弟吃到壽喜燒 兌現他對弟弟的承諾 還專程聯繫店家 希望可以宅配 幸運的事又遇到佛心老闆 親子送來 還登上媒體版面 楊小姐甚至感性的說 這讓他跟弟弟 又多了一個連結 他們永遠活在網路上 現在能夠跟我講話 能認出來我是誰 就已經讓我很感動 因為其實她的癌細胞 已經在攻擊她的大腦 楊小姐忍不住流下眼淚 直說弟弟單純又善良 就連生病還是掛念著 家中長輩還有狗狗 發病至今已經六年 加上很多的併發症 而且癌細胞 已經開始攻擊弟弟的腦部 很擔心弟弟會不記得他 在臉書潑文 不知道還能陪你多久 你還能認出我幾次 字字句句令人鼻酸 也感動了大批網友 記者基博師潘怡文 高雄台北綜合報導